2019年中国绿公司年会4月22日至24日在甘肃省敦宏市举行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依然是重要主角人 他提及流行词大数据时表示 人人在讲大数据 但是对大数据三个字有很大的误解 大数据的大跟大小没有关系 大数据的大是大计算的意思 数据是全面上云 他也希望所有的企业 尤其是甘肃的企业一定要上云 一定要用好整个计算 因为未来计算的能力和数据 就会像今天的石油和电一样 数字技术革命已经进入了后三十年 未来数据将是重要的生产资料 计算是生产力 互联网是生产关系 未来不运用数据 可能要比用电更加可怕 但是今天几乎人人在讲大数据 我几乎听见每个政府 每个企业都讲自己有大数据 其实大数据这三个词 有很大的误解 大数据的大跟大小没有关系 大数据大是大计算的意思 数据是全面上云 马云也坦言 随着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发展 一定会带来失业问题 机器会代替很多就业 但是与此同时 也会产生新的就业岗位 未来计算的能力和数据 就像今天的石油和电一样 未来的数据化 谁也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相信肯定会有失业 机器会代替很多就业 但是同样也会产生新的就业 新技术的发展 带来了很多新的赛道 我相信啊 没有落后的企业 只有落后的观念 所以在这儿呢 我想讲的是 很多企业非常担心 包括政府极其担心 新的技术会造成巨大的失业 其实今天的挑战 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 马云最后表示 如今经济形势变化很快 但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变化 就是人类永远面临 各种各样的挑战 挑战总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奇特 做企业就是面临挑战 并且去解决这些挑战 就算对面 相当的 ass 要运 评讯 评